好,感到我的朋友,現在我們再說一件事關於泥土的比較 在書中我們已經選過了,我們有沙土和黏土 這兩款的泥土比較我們是學會的 因為去到Elective Tool,Apply Ecology 我們是會學會這件事的 所以現在就先學定了,不要等到那時才學,因為那時太多話說了 所以現在一定要先學定了 留意一下,沙土和黏土的比較,他們所有的特性 萬劍歸一其實是建基於soul particle的大小 去導致他們以下全部東西的分別 現在畫幅圖給你看,你就一定明白了 一個是sandy soil,另一個是clay soil 留意一下,黏土和沙土的想法 那個異象,你可以先理解一下 幻想一下,我們這裡是沙灘 這邊是沙灘,這邊是近海的,這邊是近BBQ爐 現在你想一下,這邊近海的話,這一堆沙 這些沙是否應該濕滴滴的 濕滴滴,黏在一堆雷 質地就像黏土一樣 但是遠離了海,去到BBQ爐那些沙 那真的,你一拿上去,一放開手 那些沙就會流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OK 起碼異象,那個感覺,那個質地,你能夠得到 對不對,OK 那現在就說回了,OK 沙土和黏土的最大分別,就是他們的soul particle 一個大,一個小 那大與小,會導致什麼呢 沙土的那樣的 粒粒是零射大的 但是黏土是零射小的 那又會導致什麼情況出現呢 那你現在眼見得到了,就是說 在那些particles之間 哪一個是排得物質質 哪一個是排得較為鬆散的呢 那自不然就是沙土是鬆散一些的 但是這五套就是較為物質質一些的 OK 所以在這一處我就要說了 排得鬆泡泡,物質質 會有什麼特點想去做得到呢 我特別想說的是這三個 OK 特務 講完這三個之後,這三個特性 就會引申出這個minerals content的特性 從而我們就可以翻兜回 根據這片的特性 就翻兜回一個ec to tiltage 就是奸鑽,即是for farming 可以嗎?有一個concept 所以,由於它是鬆泡泡的關係 空氣,例如O2 可以任意流動 那你為什麼無緣無故要說O2? 梁Sir 因為泥土裡面有根 根要吸氧氣的 大佬,OK 那Co2呢? 根怎麼會吸氧氣呢?聰明人 是不是? 根又不會做photosynthesis 是不是? 那接下來,去到clay了 由於它物質質 那就是說那些O2的流動 那些空氣的流動 就自不然就是弱點了 所以那個air的fantination 一個就好些,一個就衰些 那你說好些衰些,有什麼特別呢? 留意一下,這些才是見真章的 你有沒有溫習 你懂不懂buy all呢? 就是看這個東西了 如果泥土的aeration 即是空氣的content 透氣是好的話 那自不然條根有什麼開心呢? 條根就可以做respiration 做得快一點,對不對? respiration做得快一點 從而就會導致 能夠產生多些的energy 是不是? 多些energy有什麼用呢? 就可以用來做active transport OK 那用來做active transport有什麼特別呢? 當然是用來吸收minerals 是不是? 就是說對於吸收這個礦物質 它就會容易一些 會快一些,是不是? 對不對 這些就是你對你的第三課 chapter 3 active transport的概念 清不清 對不對 那我只跟你說 泥土沒有什麼氧氣 那又怎樣呢? 有幾個不適應 不幾個不適合 project為生存 現在要知道為什麼了 麻煩你 可以嗎? 然後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鬆泡泡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說鬆泡泡有另一個不好處 就是水會容易流走 對不對? 水就容易流走 相反 如果它物質質的話 水就沒那麼容易流走 所以這次就是說 如果剛才沙土是先贏一仗 就是空氣流通得好 那現在去到水流失的時候 誰就是說水會容易流走 drainage就是抽走流走的意思 沙土就快流走 黏土就慢流走 那其實你作為一個泥土 給一棵植物去找泥土 為什麼呢? 除了找自己之外就是吸水的 所以如果這次要贏的話 那當然是黏土贏了 因為水沒那麼快流走 對不對? 那水沒那麼快流走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好處 有些濕潤的泥土 而這兩樣東西 就會導致到哪一處可以容易 陷入我們那些minerals 就當然是我們的黏土了 但是少一點的leaching 少一點的淋溶的情況發生 因為它比較難流走的水 對不對? 所以多了水 minerals都可以保持多一點的 你說好不好? 當然好 沙土不好意思 水很容易走的 那就是說minerals也很容易流走的 那就變得不好處了 OK? 所以你眾觀看 正不正啊? 好不好啊? 那其實各有各好 對不對? OK? 那你說水更重要的 還是minerals更重要的呢? 那我又會說了 空氣當然更重要的 傻佬 你是不是瘋了? 反過來說 我給你一些氧氣 你吸 那又怎樣呢? 裡面如果那些水是會流走的 minerals是會流走的 那你都是浪費的 很棒 那就是說 導致原來黏土沙土各有各好處 各有各不好處 OK? 那就是說 有什麼辦法 可以合兩家之長短 OK? 但什麼合兩家之長呢? 應該是 滅兩家之短 那所以 混合了 差什麼? 混合來做賴尼牛軟 笨 OK? 那所以 這次再做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洋土 OK? 就是用回Eco portion of the sand and clay OK? 總之就是混合它 OK? 那有時候也會混合那個 Humus 記不記得什麼叫Humus? OK? 負直質 Humus 就是說 我們上次那個課有說的 OK? 就是一些 DK 負爛的 Organic Matter 即是說 有碗糞 有碗尿 或者那些 落了的樹葉 腐爛的東西 那些 那些 那些養分會慢慢放出來 因為那些是Organic的東西 那些細菌繼續decompose 繼續DK它的話 那些Organic的substant 就會慢慢放出來 給這些植物去用 那就是very good 對不對? OK? 所以 兩款泥土混合就一定最正了 OK? 那個Air content OK? 那些水的流失 就變得了 可能沒那麼容易了 OK? 空氣流動又流得好了 所以 運水能力 即是叫 儲住水的能力 去retain住 retention 一樣意思 都是保留水的能力 亦都會好些 OK? 一個這樣的concept 亦都 由於我們可以加上多些humus 對不對? 對不對? 會多一些humus 那有甚麼特別呢? 多些humus的話 再加上去 加些humus 進去 sandy soil 留意 剛才我們說了 sandy soil 就是近BBQ路的沙 你一隻手插進去 沙都流走了 是吧? OK? 但是 看不看 這個humus 質地是怎樣的? 負殖質的質地 是黏黏黏的 這樣的款式 是很sticky的 黏黏的就正了 你的沙就鬆鬆散散散的 我現在加些黏黏黏的humus 給你 正啦 爽歪歪 因為可以將沙的particle 黏起來 黏起來 是不是變成物質質 物質質的時候 它就變得沒那麼疏鬆了 沒那麼疏鬆的時候 植物就可以去找泥土 找得好些 是不是? 而且由於它 能夠沒那麼疏鬆 水和minerals 都可以保持多些 可以嗎? 留意一下 雖然你長大了 不是做農夫 你還會問 神經病 兩Sir 我學你做什麼事 但如果你他日 在家中種一棵花花草草 你有少少基本知識 也不會被人欺騙 不會被人說沒有常識 再加上這些東西 真是有多難 很老實 重點真是這一句 就是particle大禹世 你想到這個例子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 那些人生例子故事 都是這樣 有個瓶 如果你把網球放進去 都還有很多洞洞剩下的 是不是? 然後就放什麼? 放一些波子進去 是不是? 又搖一搖一搖 又可以填滿了空間 OK? 那其實是否大一點的波波 它就鬆散了 小一點的 就可以物質質一點 就是這個道理而已 OK? 可以嗎? 所以不難理解的 到最後就是加一些石灰 加石灰下去 純粹就是有一個所謂的水形作用 就將那些particle 就將它黏在一起 即是說 將黏土本身細細粒 細細粒不要緊要的 OK? 現在我就加這些石灰 就將它們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是否好像大粒了 大粒了的話 那中間的空間 是不是大一點? 對嗎? 中間的空間大一點 是不是就好像 假裝沙土 OK? 這樣可以 所以 自然就可以 令到那個透氣度 就會好一點 是不是? 對嗎? 而也 石灰是簡性的 也會令到 泥土不會過分地酸 因為太酸的話 其實也會酸幾棵植物 對嗎? OK? 繼續一個意思 所以 在這個概念下 OK? 只不然黏在沙土 我很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 尤其是這一部分 因為這一部分 通常如果要問的話 就是跟我們之前的所謂的 Eutrophication 一起問的 OK? 記不記得甚麼叫Eutrophication? 就是吃好東西 吃好一點 肥媽吃好一點 就是Eutrophication 你餵一些elk吃東西 吃好東西 吃好東西 是不是? OK? 先說這個概念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